已经固化了吗 不像以前还没固化呢 每个人还给点机会 现在固化的这种程度 令大家难以想象 什么红二代 红三代的 你看看 打江山 坐江山 玩得落实到具体上 都是互相利益勾结 你给我好处 我给你好处 我利用你 你利用我 我们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就是边缘化 也就边角量 现在起立名叫啊 现在电力的 银行的 邮政的 铁路的 哪个不是一方都挠断着自己啊 这些资源 烟草的 民行的 电信的 是吧 当然了 各级政府 对吧 各级政府不就是红二代 红三代 红四代吗 像我的大客户 首都机场 首都机场 那个国航 货云部 我那老哥 我也伺候了他八年吧 是吧 八九年 那老哥也赵国买卖 他爹 就是两航 起义的元老 他是浙江人 浙江宁波的吧 对吧 那个两航嘛 中央航空和中国航空吗 就是从国民党 国民政府那儿 有那个飞机 四九年的时候 他们跑到了香港 在香港观望 蒋介石委员长 也让他们去台湾 周恩来 也想策反他们来大陆 后来有一部分来大陆了 就这拨人 都是民航的元老 还有后来给周恩来 开专机的 叫张瑞矮 后来当民航局的局长 还有 那个贺龙的亲信 贺龙的老婆 薛明不是河北霸县人吗 现在叫霸州市 就最近被水淹了那地方 那个国家体委主任 是贺龙 副主任 有一个叫荣高堂的 也是河北霸州人 荣高堂的侄女 是我表哥的 原来中学老师 他就在民航华北局 当工会主席 就在那个手机场那儿 玩什么部队的 要不 就是方方面面吧 要不 哎呀 我还是 就是自己的儿孙 还是在这行业 提拔谁呀 要不 你看到老百姓 那种提拔的吗 你看人那些 在说完 政府官员的 什么省厅的呀 又部级的 你看人提拔的快步 就像青岗子 你毕业以后 直接又分到国防 外脚部 你的门槛就不一样 你们 就是我们这是 随便考公务员 你不也就是来 底层先干个小资源吗 你要是有本事 最后混到一个局长 趋几点 你设定都不用想 你就算上了一页了的 你就是上了一页了的